LAYO 聊世紀天天都不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凶人對上不列電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R of地圖 好先來介紹一下凶人 凶人的最大特色是不需要蓋房子 所以一開始初始人口就是200人口 但是開局會撿100木頭 那凶人他的馬功也是折扣最多的馬功文明 後期也可以轉出遊俠 那凶人本身是比較偏向於機動性的打法 但是也有槍兵 那疾兵的部分沒有這個三級的步兵鎧甲 稍微可惜了一點 那凶人他的前期的經濟型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這個省下來的房子木頭 趕快多多去撒田 就會獲得這個經濟優勢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不列電人 那不列電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攻擊射程非常遠 而且TC的木頭是半價的 那不列電人他除此之外 有這個三公三房全部都滿的 雖然騎兵也能打 但是沒有品種 帝王時代打肉馬 可能會是比較適合的選項 那不列電人也可以選擇出這個巨型頭司機 用戰狼科技可以取代火炮使用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 那現在看到這裡不列電人的黃金在後面 石頭在後方 黃金也在下方 那正面的部分有果子 那這個果子就會稍微難受一點 要稍微微出去一點點 果子才可以正常採 那看一下凶人這裡 那凶人這邊的話果子在後方 但是黃金有一塊在左邊 也可以在右邊 這個右邊的黃金雖然不像正面這麼慘 當然右邊是開闊地形 也是不好防守的一個黃金礦 所以這一場比賽 凶人的地圖是比較處於劣勢的狀況 MBL的地圖反而是接近天圖 甚至說可以是天圖沒有錯 這個黃金石頭都在正後方 這正是挺舒服的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風劍時代會怎麼打 好MBL喔 這邊是補下了新的伐木場 現在左邊有在伐木 後邊也有一個 那這邊是選擇了一個19P 升封劍Stack 凶人是選擇了18P 那這邊是18P升封劍 速度蠻快的 好這裡左邊補了一個軍銀 打法來說應該也是會走工兵路線 那待會要去挖金礦才可以 那現在還沒有補這個採礦人地 待會要先下來下伐木場 啊不是下這個射箭場 可能是在想要直接打一個灑農田的嗎 還是要打一個其他特殊打法 好都有可能 好MBL喔 這邊射箭場還沒有補 好選擇補馬就 那這邊是選擇了弱馬開局 那不裂碟人其實也很適合打這個弱馬開局 因為他們前期吃羊的效率非常的快 所以也可以打這個三棒棒開局壓制敵人 也是很好的選項 那兇人這邊也是選擇弱馬開局 弱馬開局的情況都是兩邊出槍兵 好等著對戳 好正面兩邊看到了MBL喔 這裡是選擇了用槍兵稍微去追一下 兩邊槍兵互打 上方突然打起來 右邊這裡想要繞進去 有機會嗎 嘿沒有機會 弱馬到下面準備攔截 好這邊高打敵 MBL喔稍微劣勢 殘血的弱馬有可能被換掉 完蛋了 這一隻殘血的弱馬沒有換掉 向對方三隻弱馬開始集結 左邊這裡有一隻槍兵一直在繞 好MBL喔這邊是稍微劣勢的情況 但還行他的地圖很好 只要能圍死的話經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且石頭也在裡面 待會要轉殘弓兵也OK 好MBL左邊的木區 這裡要趕快小心鬼 哇進來了 但四隻弱馬又再把對手的弱馬給逼出去 兩邊弱馬按的數量是偏多的 好這裡補了一個射箭槍 這個射箭槍補完之後 待會就可以轉出弓兵 那現在有人八人在花黃金喔 應該是直接全出弓兵了 弱馬配弓兵 這個策略是很常在 這個是肉馬配雙射箭槍 OK 好雙射箭槍的話建議八到九個人挖金喔 會比較不容易斷弓兵 好裡面的配置九人挖金 兩邊都在出這個小弓 現在小弓數量慢慢堆疊 準備來點城堡時代 城堡時代現在趕快點下 還有兩分半的時間 修仁這邊也是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 那現在還在繼續出弱馬 那這邊要重點防走 待會修仁這邊要先開個TC 守住一下這個主機比較好 左邊的位置也有附近 那這邊是圍了兩層耶 這個有點特小新的那種 好工兵過來 現在槍兵有點尷尬 沒有辦法去戳對手 好 MBL這邊升級時代上去 工兵轉出來 好一級射有了 好 到以上去可以直接升奴兵二級射 MBL正面的弱馬全部送光 工兵這邊要解 再解掉幾隻數量 往後拉 好 好 往下走 哇這看起來 要躲這個洞 OK 躲在近況的運動 MBL 這裡是繼續補工兵 那升級方便二級射要趕快先點 好 決定 誒 二級射沒有先點 這個夠怪的 這個寧願不斷工兵 也不要 那 去點這個二級射 黃金配的稍微有點少 八個人而已 九個人還是比較穩定一點 好後面補下了三TC 兇人這邊在主經補下了TC 手下主經 那不利電人也點下了二級伐木 經濟 還有惡農 經濟來說現在是領先兇人的 現在兇人的經濟已經輸了快要700支援了 誒這就很奇怪了 這個兇人的基本功跟MBL真的是有一段差距的樣子 光是稍微打架 兩邊經濟就出現明顯的差異了 好 好 那這邊三TC 濃起來 這裡趕快看一下 房子也能不能繼續幹 好這裡再補下一個房子 兇人這邊二級伐木也點了 開始在爆騎士了 剛剛騎士數量有點多 MBL這邊點完二級射 奴兵 不先升 先點下了輪軸技術 光兵稍微登掉 好繼續補一下 MBL前期打這麼龜的嗎 好遇到這個情況 其實可以趕快補下這個修道院 轉這個僧侶出來防守 會比較好 好 結果兇人先轉出了生旅 木牆暫時沒有繼續輸出 MBL這邊三TC爽爽農 有沒有可能開4TC呢 第4個TC這個位置 很好 好兇人這邊急需 想要打出一個破口 MBL家裡的工兵有16隻 但工兵數量還沒有到很多 奴兵一直沒有升級 一直在把肉留給經濟科技 還有TTC的村民使用 MBL這邊是在等待什麼呢 看起來MBL是稍微 想要走開農路線 然後轉修道院了 但是不出門就不能撿生物 MBL這一把 能夠去外面撿生物嗎 還是要配點槍兵呢 現在外面兇人在掛機中 沒有繼續進攻了 再專心撿生物 家裡補了一個工程7隻製造所 直接遠程造頭史冊 開始要來進攻 好 右側這邊的騎士上來 就是被弓箭手射爆 但是MBL還是沒有按奴兵的升級 遊戲時間來到了26分鐘 工兵還是不升 這個是故意的吧 唉唷 村人被砸死了 MBL這裡要小心 好 左邊的位置看一下 這裡是要圍死 頭史冊 繼續給壓力 這裡很有可能會不會打出一個破口 還是堅持不升 弩兵 MBL這邊充速領先石村 好 這邊騎士上來 開始砍房子 後面的頭史車 不敢往前嗎 中間補了一個城堡 MBL這邊都在打防守反擊 但是打一打隻腳好像快沒了 頭史車過來 看到這裡TC有人在蓋城堡 好 騎士要衝了 想要這隻蓋寶 但是來不及 好MBL點一下帝王時代 甚至奴兵也不升 有可能是打一個3TC樹地強弩嗎 看起來MBL有這麼一點想法的感覺 這邊還刻意停村 然後上帝王 目前29隻工兵單位 還要再繼續出工兵嗎 三隻射箭場 該升奴兵了吧 MBL 有 這一把 是否怪怪的 好 現在經濟看起來MBL 經濟贏了對手一萬七千左右的資源 經濟非常好 好 現在彈道學也補下 但是頭史車 攻擊手還是蠻害怕的喔 他一下就會全倒 因為攻擊手只有30滴血而已 所以這邊要特別小心頭史車的 進攻路線 好 兇人現在應該很納悶 為什麼MBL的工兵還是工兵 就是堅持不升級 最後走進來 被城堡給射掉 但是賺到一隻生鯉 好 現在家裡的狀況是3TC 繼續農 MBL沒有補下更多的城鎮中心 好 直接點一下了 銀罐技術 還有這個三級色化學 南部城市有觀眾指使他 說 這把不升級奴兵 就給你多少訂閱之類的 有沒有可能 這把 很奇葩 三級色化學都點了 一用騎兵也點了 就是不點奴兵 然後繼續補射箭場嗎 哇靠 繼續補射箭場 6射箭場出小弓 這個打法神奇了 好 現在右邊有兩台毒砲 MBL這裡 家裡被鬧 工兵去往前嗎 現在正面沒有辦法守住 這麼大量的騎士數量 TC直接取消 不蓋了 好 這邊往前 工兵射程好遠 小弓可以射這麼遠 超級奇怪的感覺 射程死的小弓 也太好笑了 射程死 射得比城鎮中心還要遠 哇 高射小弓 好 家裡 被騎士鬧一波 但是騎士直接送在城堡裡 右邊這裡的騎士好 善雨快擋不住 好 這一波有抓到幾隻村民 但是MBL不以為一的感覺 村民宿還有70幾村 好 工兵過來 走 騎士有點在下水餃 是不是太輕敵了 認為這只是小弓 所以就用騎士直接硬上 但是忘記了嗎 這個是帝王時代的小弓啊 什麼科技都有啊 攻擊力以下還有8滴 以下8滴 以沒有到8滴 以下4滴 哇 打起來輸出還是很夠啊 好 雄人這邊點一下帝王時代 三級馬拉開趕快提升 重裝騎士找個機會升級一下 好 左右兩邊都有新的單位 再繼續補上 MBL這邊是3TC轉4TC 然後小弓壓制 雄人這邊沒有轉出 打蠟和騎兵 則是繼續轉出重裝騎士喔 這稍微有點可惜喔 那由於他現在的石頭 被控制的關係 沒有辦法產出寶兵喔 不然打工變情況下 雄人用自己的寶兵 UU打蠟和騎兵是最佳適合的 因為遠程防護力特別高 好 甚至這個弓兵呢 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那這邊就要看 兇人要不要即時轉出弓兵 轉出打蠟和騎兵 好 騎士這邊決定要把牧場雄人參除掉 這一波包夾來看一下 騎士有三防 砍這裡的弓兵速度騎士很快 MBL上方這頭弓兵沒有要空的意思 決定送給對手 好 現在前方這頭弓兵繼續往前 看能不能給到更多的壓力 好 弓兵繼續往右走 這裡總共有13隻的騎士 加上後面兩隻 要來做個包抄 這裡包抄有機會成功嗎 騎士上前 弓兵開始拉打 但是這邊又決定不 往前 結果兇人這邊沒有提升重裝騎士 還是其實兩邊開局就講好 都不能升 結果兇人怎麼升級了 重裝騎士 還以為他們兩個有先講好 天梯遇到在聊天室打有沒有可能 這裡工兵 看來稍微能夠擋住這一坨騎士 那後面又來了五隻就不好說囉 這裡五隻打的工兵都是殘血的工兵 應該可以高速收光這裡的 工兵單位 好 MBL 右邊又補了一些工兵過來 兇人這邊的騎士一直有在下水餃的跡象啊 好 那現在兇人的經濟不太好 只剩下76村 趕快補一些村民 MBL 這裡工兵要繼續按下去 趕快把這個野礦給控住 好 現在工兵遇到重裝騎士 爽動力應該也是7點 16點 2加4 6點 遊俠的話才13點 兇人現在升遊俠是有點困難的 所以應該是暫時用重裝騎士打 那兇人本身也是可以用戰毛兵來反擊工兵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位兇人玩家 並沒有打算要來轉這個毛兵 不然是顧慮到沒有三級弓箭甲 覺得出戰毛兵也打不太贏 但是這個交換成本來說 兇人消耗實在太兇了 好 工兵繼續出 九個射箭場 九射箭場 出小弓 MBL就是MBL 他的打法總是特別的令人 絕對有趣 MBL是真的 真的是在玩遊戲啊 好 那這邊工兵很多 這已經超過60隻了 那一整隊的工兵單位是控制一次攻吃60隻 所以這邊變成71隻的話 會變成有一小隊的話 又變成兩隊嘲諷會比較好 OK 這裡變兩隊嘲諷 走欸 走欸 再走欸 好 這邊工兵的集結點沒有射好 被重裝騎士追著跑 現在兇人這邊 把大量的重裝騎士 直接送到了左邊這個位置 巨型頭CJ偷拆掉了對方的城鎮中心 這邊小弓繼續輸出 有機會拿下吧 好 這邊騎士打到最後面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拿下MBL 這裡城堡輸出很高喔 而且這個洞 裡面其實還藏了非常多的工兵 其實也剩不多了 城堡輸出那麼高 應該是拿不下的吧 還是騎士有機會 哇 好像要拿下囉 MBL後方的工兵數量其實有點少 兇人這時候補下了三弓 繼續輸出 現在騎士直接吃光了所有的工兵單位 MBL最後還是損失了自己的 最後的阻力 復升級奴兵 真的是太難受了吧 好 家裡的出兵點可能會被壓制住喔 還是堅持不轉 奴兵還有槍兵 這個小弓不知道出了幾隻了 好 繼續輸出 家裡好像能守得住 因為有城堡夾住 應該暫時沒問題 好 但是兇人的三光羽快要好了 但是兇人黃金還有一千多 看要不要轉個遊俠 好 右邊有一坨工兵 也被抓爆 MBL這邊的工兵數量又慢慢堆疊到了42隻 好 這裡偷到了幾隻村民 好 現在工兵數量來到了40隻 好 右側的20隻輕奇兵 這一波好像是肉馬胺太多了 經濟不是很好 最好這麼多黃金還不消耗掉 這邊趕快轉個寶兵或是遊俠會更好 好 這裡工兵 45隻能夠打得贏嗎 好 後面的壯中騎士反擊 看起來 MBL是沒有打算要轉兵的 攻兵一條線 好 兇人這邊的肉量 來到了800 準備要來點遊俠了嗎 這時候遊俠打小弓 MBL應該就撐不住了 這時候才點這個壹集挖金挖死啊 這個經濟有點慘 好 兇人終於補下遊俠 這邊是我們用肉馬去打個遊擊戰 空下圖 好 後面的經濟繼續農 這裡的村民 是要往哪裡補支援呢 補挖石頭嗎 OK MBL終於受不了 轉出了奴兵 看來意識到黃金快不夠了 要來終結遊戲了 強奴補下 遊戲50分鐘之後 終於升級了奴兵 好 後方這裡維持 這一頭弓兵非常龐大 兇人這裡覺得自己還有希望 只要遊俠一好 他還是能用萬歲衝鋒 衝破常攻陣嗎 就是自己用肉馬跟遊俠 是有機會打得贏MBL的強奴 這邊強奴是數量來到了57隻 這種數量至少要有個30隻 30隻左右的騎士 遊俠才有可能打得贏 30-40隻 現在這個騎士一出來就被射掉了 其實很虧 正面進攻 巨型頭司機 開始架起來了 MBL直接衝到裡面 現在兇人想要換家 但家裡的問題不解決 強奴可以過得很舒服 OK 這邊遊俠趕快先來解一下 這裡的分隊 左邊的強奴過來 救一下右邊的狀況 OK 遊俠升上去 兩邊都是最頂尖的狀態 三攻三防 遊俠 還有這個三級射 三級工兵鎧甲強奴 很可惜不列爹沒有拇指環 這邊看起來 拉達還是有料 MBL 應該是能打得贏這一坨 這邊拉達接著是MBL 應該是要打贏兇人了 兇人這邊沒有足夠多的黃金 再繼續爆出遊俠了嗎 最後還有少量的23隻 強奴繼續走 好 這邊空兵 空到最後面 這裡打算沒有 就需要繼續空下去了 好 這裡有更多洛馬過來 好 最後鑽到這個洞裡 好 正面MBL 又出了一堆工兵 哪來的資源啊 這個野礦都被拿下來了 暫時不會有趨勁的問題 反正是兇人這裡 黃金書越來越少 左邊這個礦可能是他最後的安全礦了 右邊的礦也快要踩完 MBL 真的是太狠了 這個打法 有夠奇葩 只出工兵的MBL 雖然剛剛中間有一度轉一些巨型頭C 但後面又不繼續出了 好 後方這裡這一堆強奴 沒有要繼續往前嗎 好 這裡工兵要往前了 好 上方那一堆工兵有動靜了 這裡工兵又再次走進去 右邊用大洛馬 好 用這個洛馬去解一下這邊的村民 哇 兇人村民處已經不剩100村了 MBL已經圖了105村的村民 好 這邊左線又讓右邊收村 村民處只剩下87村左右 但正面這一堂遊俠又要再次衝鋒 看一下這一波 兇人的包夾打得如何 好 往後夾一下 這裡包夾再包夾 OK 這裡包到了一些 數量掉的有點快喔 MBL可能打不贏這堂遊俠 這堂遊俠 出租非常給力 好 最後只能原地戰咧 跟對手遊俠打最後一戰 好 MBL 這邊中間 開始手撕對方的城堡 用強奴拆 拆城堡 我看了啥 這拆得掉嗎 好 兇人覺得應該自己還有希望 所以黃金已經歸零了 但遊俠數量還有20幾隻的 這邊只要各個擊破 稍微把石頭賣一賣 換更多黃金 按更多遊俠 可能就有機會打得贏 好 左側這一步遊俠開始亂竄 MBL目前左側完全沒有兵力 右側的兵力正在集結當中 看能不能直接射掉敵方城堡 62隻的攻兵集結起來了 好 後面補了一台巨型投司機 MBL最後補下了槍兵的升級 看起來最後還是要轉槍兵啊 看來沒有打算要繼續 胡鬧下去了 要來打出正面決戰 好 MBL家裡 現在也是被騎士遊俠 鬧得有點煩 經濟有點差囉 只剩下93吋 甚至有點不如對手 MBL這邊可能要開始認真開打 不然再繼續脫下去 雙人可能會翻盤 好 城堡解掉 好 槍兵開始補 這裡有800多黃金 可以留給擊兵使用 但是現在肉有點被控制的關係 暫時缺肉 沒有辦法很好的轉出槍兵的升級 好 龜天電的MBL 點下了急兵的升級 二級的步兵鎧甲也升了 好MBL高地補一根堡 作為最後的進攻基地 左邊的洛瑪又來決戰了嗎 但是這邊槍兵開始慢慢往前補了 好這裡槍兵往前補 抽了一堆肉碼 遊俠數量一隻一隻倒下 強盟在這個高地上 有這個高地優勢 高打低傷害特別的高 待會如果真的不行還可以抽到城堡裡面 好這邊收村 讓城堡增加一下箭矢傷害 遊俠一直衝鋒 但是槍兵配遊俠 槍兵配弓兵打爆了兇門的遊俠 遊俠數量只剩下10隻不到 兇人這邊的弱馬開始亏了出來 但是沒有遊俠要完全打不贏正面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兇人出了163隻的遊俠 那MBL則是出了387隻的弓兵啊 我的天 這個打單挑打到300多隻的弓兵 相當不容易啊 那前期50分啊 都在用這個小弓跟對方對射 真的是有點玩過頭啊 當然最後還是拿下比賽的勝利 但是打得有點驚險哦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MBL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但食物上大概輸了一些 但本來木頭就要多一點 畢竟是打工兵單位的關係 所以食物少是正常的 那食物的話是稍微輸了13000左右 但是對方有4勝物啊 很怪兇人覺得自己有希望啊 那確實是哦 4勝物給的黃金量確實是非常非常多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然後請記得幫忙訂閱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